工商银行登上了A股市值第一的宝座 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最近这几天银行股会疯狂的上涨 可以说从年初到现在银行股多的涨幅超过了50% 少的涨了也有20% 但是你看到整体的大盘走势 其实刨除银行的话 很多的个股都出现了腰斩的情况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上证50的一个涨幅 从年初到现在几乎是轻微的上涨 但是中正的500和1000跌幅接近于20% 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 只有权重股一直在稳拖着整个的中国指数 但是大部分股民的钱和基金的钱 都没有投入到这一部分高股息和高分红的股票里 这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银行的一个股东人数 从23年3月份第一季度的统计人数是60多万 到了24年第一季度统计只有58万 也就意味着银行股持仓的人在持续的减少 可是银行股的估值在一直增加 而且大部分的股民的钱 其实都投入到了四大板块 新能源 高科技 白酒 医药 那么正巧他们是进入到的一个回调周期 就像有的人去说康波 康波周期可能第一个先是衰退 然后再投资 投资以后再过度投资以后变成混乱 可以说现在这种阶段 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全球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避险 很多的资金都只求稳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的去说债势走牛 然后呢 杨妈进入到二级市场去操作 也没有把这一部分资金赶走 甚至很多的中小商业银行 还是愿意把资金去存入到整个的国债里 再有呢就是整个的美国 随着他们指数一直的下降 强美元指数可能已经再不存在了 这种情况下的话 昨天美联储可能放出的这种信号 是100%会降息 那么降息多少是不清楚的 而且他们这一次下调的整个非农就业的数据 其实也是为了降息而去做铺垫 22号到24号呢 有这种所谓的央行行长的夏季达伯斯论坛的 这一个开会可能呢 需要更进一步的确认消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国内的避险情绪现在在持续的升高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工商银行从12年左右 我们中国的存款利息 那个时候是在5%到5.5%之间 到现在这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五年期存款利率 基本上维持在1.85到2.0之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各个银行的 从3月6月1年2年3年5年7月 活期的一个存款利率 然后呢 因为前几天我和身边的一个朋友聊天 有一些做工程的 或者一些大企业的 手里呢 可能有几个亿的灵活资金 和银行可以谈 和银行谈的话 这种活期的存款利率 可以谈到1.6到1.7 和你可以看到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利率了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 也没有国债吸引力大 现在的话 国债整个的一个回报率 应该维持在2.3%左右 2.3这个利率 肯定让很多人觉得嗤之以鼻 觉得我如果进入到股市 最少我也能挣到5% 10%甚至更多吧 可是真实现实的情况 就是打了这些人的脸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金融消费者 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工商银行 从13年到现在这11年期间 如果连续持仓 他综合的年化利率会是多少 假设的话 他只买1万股 综合年化利率可以达到7.8% 这也就是为什么银行的整体适应率估值 这么低的情况下 持续的受到追捧 就是因为他避险的能力 现在远远超过了债市 可是这种情况下 他不会一直的持续 不是说你只要闭着眼睛买银行 就可以去挣到钱 有很多的人在前几年的时候 去买了一些商业银行 甚至到现在都没有回本 这个就是真实的情况 如果说银行里有价值 或者有梯队的话 那么中农工件肯定是第一梯队 所有的这些银行 这十几年期间 整体的平均收益率都超过了6%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整体银行业 为什么会挣到这么多钱 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其他的行业不火 偏偏银行业却这么异常的坚挺 就像15年的时候 整体的大盘市值开始下降 但是银行反倒在3000点的时候去回本了 让很多的股民自己都觉得诧异 因为银行它控制着整个金融端放水的税罚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去聊 金融是什么 金融是基于信任的一个服务行业 那么我们现在避险的情绪 就是对于很多东西的不信任 而且曾经的话给大家发的这个截图 大家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工商银行或者中国银行 整个的一个利润率中间的稀差 其实它也主宰的在缩小 可是它缩小的比例 远远没有降息周期的比例大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放水 现在一直都没有来 就像我跟大家去说 现在我们没有放水 很多人说怎么可能 我们都放了几波了 然后我跟大家说通胀来了 大家说怎么可能 难道连猪肉和蔬菜涨价 也算到通胀里吗 那我只能说是 你真的应该去看一下 经济学的相关知识 这种东西你相对学一些的话 是对自己有用的 我们看到本质的问题是什么 本质的问题就像农民种田 它缺少水 可是村里却盖了一个大型的水塔 这个水塔里蓄满了水 但是从来不往下放 不给农民的水田里去灌水 而它不是说你去盖了一个水渠 让所有人可以享受到这个水流 而水只要是过手以后 总会有一点湿 就像肉过到手里总会有一点油 这也就是为什么银行端 可以持续的这样 而且对于需要用钱的人 可能你用不到钱 甚至使用的资金成本 维持到现在依旧维持在高位 可能8%到15%之间 但是当你不需要用钱的一部分人 整个的优质资产 就比如说这种国企的贷款 你可以看到平均的利率 在2%到3%之间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可以随便贷款去扩张生意 因为它等于是一种无息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因为整个的政策原因 我们一直都在去推出 比如说我们的中办国办 希望很多的民营资产 可以进入到企业 但是大部分的民营资产 都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限制逐渐的在解除 也逐渐的去吸引外资 让外资可以更多的进入到市场 那么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的中国股市 其实资金流出超过了100多亿200亿 而且成交额依旧维持在5000多亿 这对于一个70多万亿市值的一个市场来说 是超级的低 因为平均每个股票只有1亿的成交额 但是今天港股你却发现 它已经异常的出现了坚停的上涨 也就意味着 其实现在随着美元逐渐降息 他们那边回流的资金会反补到我们这里 会促进我们整个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当然了这种情况下 可能是有一部分会受到这种收益 但是也跟大家去聊 就像AI行业 或者你往前推的互联网 其实互联网出来的时候是几几年 那么对于普通人真实应用 享受到红利的时候 基本上是20年以后 所以说AI如果最快进入到红利期 很可能是在2035年 大家投资科技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选择 什么样的科技可以给你带来回报 而不是说你投入到这个科技 最后变成就像柔宇这种柔性瓶 然后全部的灰飞烟灭了 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